大家好,欢迎观看莫及了 我们与大家分享墙内看不到的新闻和解读 习近平访欧难以解决中欧关键分歧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 周日,5月5日,习近平抵达法国 此次访问旨在缓解潜在引发贸易战的中欧紧张局势 分析指出,与五年前访欧不同 习近平此次将面临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 中欧之间的分歧已变成一长串难以解决的问题 马克龙邀请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与习进行三方峰会 这将使习近平面对欧洲 2019年,习访问意大利时备受欢迎 尤其是意大利选择加入习的一带一路倡议 然而,今年习再次返回欧洲时 环境已大变,多国态度转变 意大利已正式退出一带一路 对中共来说是个重大打击 中欧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 欧盟对中共倾销和不公平贸易行为表示抗议 欧盟最近几周对中国锋利涡轮机和医疗设备发起贸易调查 还突袭中国安全设备生产商的办公室 德国和英国最近逮捕或指控多人 指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这些事件映射欧盟对中共不满情绪 为可能爆发的中欧贸易对抗做好准备 欧盟对中共支持俄罗斯 维持俄乌战表示关切 一位研究员表示 中法双方长期矛盾无迹象化解 无论涉及对俄支持 贸易争端 知识产权 人权等诸多问题 周一 习近平将与冯德莱恩 马克龙会面 冯德莱恩是最早提出欧盟与华关系去风险化的官员 欧盟将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共限制欧企市场准入 欧盟在法国支持下启动反补贴调查 特别调查中国电动汽车进入欧洲 中方表示 习将抗议欧盟发起的一系列贸易调查 习近平可能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宣传观点 及欧洲对去风险化对华为危险 同时回击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和补贴的担忧 强调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的作用 然而 CNN称 观察人士认为 对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来说 如果没有实际贸易或相互开放市场的承诺 这种言论不太可能产生作用 在6月的欧盟议会选举之前 他希望找到解决中共贸易扭曲问题的方法 中共试图阻止欧洲推动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这对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不利 中共也希望确保欧洲不会向美国靠拢 但CNN表示 除非习近平准备做出意料之外的让步 否则很难在访欧期间取得重大突破 据金融时报报道 欧盟可能会在5月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初步关税 而实施永久性关税需要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可能会在11月实施 据熔炳集团的研究人员表示 欧盟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征收15%到30%的关税 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阿比盖尔 瓦斯利尔表示 中共无法忍受欧洲市场对中国公司的关闭 核心问题在于 习近平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当前欧洲关系的轨迹 马克龙在接受La Tribune采访时 提到了中国产能过剩和向欧洲出口等问题 CNN援引美国驻柏林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客座高级研究员诺亚 巴金的话 表示在许多欧洲国家 中共日益被看作一个多面威胁 然而 在欧洲内部 对于如何快速解决与中共相关的经济和安全问题 存在分歧 习近平访问法国后 还将访问非欧盟成员国塞尔维亚 和欧盟成员国匈牙利 近年来 中共大力投资匈牙利 这一访问可能引起一些西欧领导人的反感 在欧美越来越关注 中共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商品 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时 俄战将成为习近平和欧盟 以及马克龙会谈的一个重要焦点 金融时报引述中国学者的话说 习近平与普京的密切关系 意味着欧洲大多数地区 对他有关乌克兰的言论 持深度不信任态度 尽管如此 根据爱丽社公官员的话 马克龙仍将努力说服习近平 利用他对普京的影响力来改变战争进程 事实上 去年在访华期间 马克龙曾做过类似努力 但未能取得成功 马歇尔基金会的巴金表示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可能会警告习近平 如果中共继续向俄提供这些 军民两用商品 欧中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这些信息会让北京的行为发生明显变化 很快欧洲可能会决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制裁销售此类商品的中国公司 习近平此行欧洲身负重任 用通俗的话来说 他这次来要在法国啃英骨头 但好在这个艰难日子之后 他会飞到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轻松一下去啃一下软骨头 但从这次双方的期待来看 很难想象双方及中国和欧盟会获得理想的效果 习近平来欧洲的背景是 中国的经济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上 债务 房产 把政府 民企和百姓压得喘不过气 为了减轻国内企业倒闭 年轻人失业的问题 同时为了勉强保住GDP 中国政府正开足制造业的马力 纷纷渺渺快速地在吐出各种产品 地方政府以习近平新制生产力为借口 拼命地支持本地的电动汽车生产 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如意算盘 就是在国内的百姓因购买力不强 而消化不了的产品 就应该让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消费 但事实却是 在北京认为的理想出口地区欧洲 欧盟正在盘算着 何时给中国来的产品 特别是那些大件 如电动车征收关税 从而阻止蜂拥而来的中国货 把当地的工业给毁了 且不说 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在2022年达到了最高 习近平这次来 主要的重点是经济 也就是要说服法国和欧盟 让那些等在码头的中国货 尤其是新制生产力代表产品 电动车 畅通无阻地进入欧洲市场 为了在他来的之前 制造一下气氛 中方有意地开始了 跟空客大批采购的谈判 释放一下 中国是个大市场的信号 让欧洲先流一下口水 同时中方也知道 欧洲跟美国不同 比如说 美国在看到中国对工业的补贴等 非市场的手段后 也开始他们自己一系列支柱 自己的工业的政策 这体现在美国的 2022年降低通胀法 马克龙认为 这是美国一个巨大的错误 而欧洲则是坚守市场经济的原则 坚决反对补贴 主张让市场来提升生产和创新 而不是靠政府的工业政策 但中方更希望的是 欧洲能违背美国的意志 像以往那样 对中国开放高精尖技术产品和研究 为了达到如上的目的 习近平领导的政府 已经事先做了不少功课 而这些努力 主要就是利用欧盟成员国的 各自利益的不一致 从而使得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无法产生一个有效的 对中国不利的中国政策 说的简单一点 把欧盟的国家分开来对付 是北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 最近 德国总理在中国访问时 向习近平表达了 反对欧盟对中国汽车补贴调查的看法 这正是北京最希望听到的消息 另外 尽管匈牙利是欧盟成员 但却反对欧盟对乌克兰的军援 同时与中国全面合作 而正在寻求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 更是中国的铁杆支持者 但事实是 欧洲对中国并不像习近平所想象的 那么好应付 以法国为例 虽然习近平在马克龙访华时 受到了隆重招待 但马克龙前几天已经批评过 中国为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法国反对中国的工业补贴 包括电动车的补贴 因此 法国将坚定支持 欧盟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欧盟同意在暑假前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习近平还需应对马克龙的呼吁 要求中国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技术 尽管习近平希望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寻求支持 但欧洲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却是不信任的 这将直接影响欧洲对中国的政策 虽然法国希望与中国合作 但欧盟即将征收的关税 将对双方关系产生影响 然而 在中国的政治领导人 没有意识到的是 尽管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被视为对中国和俄罗斯友好国家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 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的势力强大 但这两个国家 仍存在民主制度的力量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当匈牙利政府与中国签署协议 在布达佩斯建立上海复旦大学分校时 遭到了布达佩斯市政府的反对 布达佩斯市民 甚至将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周围的四条街道 改名为光复香港路 维吾尔列士路 达赖喇嘛街等 反对这一建校计划 而在塞尔维亚 由于中国企业按照中国标准建厂 导致当地许多地区遭受严重污染 引起当地非政府组织不断抗议 作为一国领导人 习近平应该认识到 即使这些地方可能是软柿子 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地处理 威权政府官员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们出于惯例 过于依赖某个国家的领导 然而 未来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是否会长期按照北京设计的路径前进 值得怀疑 总的来说 习近平此次访问欧洲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中国急需解决的经济问题 但欧洲显然并不会全面配合 相反 自上个月以来 欧盟对包括绿色能源产品 和安全设备在内的多种中国产品 发起了调查 对中国医疗设备的政府采购 也展开了调查 不久前 中国同方威视 因涉嫌国家补贴问题 在欧盟遭到了突击审查 此外 欧盟还加强了对于中国时尚零售商Shine的安全规定 并根据数字服务法对TikTok启动了正式诉讼程序 总的来说 对于北京而言 欧洲存在许多弱点 但并非容易对付 如果中国不对引以为傲的工业政策做出根本性改变 如果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没有根本改观 那中欧贸易路上的障碍将会更多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